因為我沒有走過龐克風 我其實搞不清楚Rock跟龐克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說起來也是算有長年有鍛鍊的 所以要在那個皮掉了之前呢 顯示一種姿態給大家敲一敲 我剛剛的鞋帶是朋友幫我砸的 沒有幫我砸到的鞋帶 對 只差一台摩托車 每年都在成長嘛 其實每年都肯定不太會一樣 那其實我都按著那個人生的流程在走 比如說今天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我們阿邦哥的那個叫做帶的小朋友 他們鼓搖隊的 所以可以來幫忙這樣子 所以我會盡量的把我們身上的所有的財產 都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阿和是自殺的 因為作為一個人類來講 也不能說一個一頓重的傢伙 然後跳車 然後又從兩公尺的高速掉下來 然後還有一些人 就想把他帶到那個涼水池裡面去 那小朋友都知道 這個是熱帶的動物 應該直接帶到北投吃洗溫泉 所以我覺得 阿邦哥是不想活了 這個 這個雖然有點冷消化 但是這個其實基本上可以顯示 台灣人對待上面的態度 就是這麼回事 就是說 每一個這麼可愛的動物都保不住 那如何對人呢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殘酷的台灣人 非常殘酷 真的 因為早前那個 海生館有一些 白鯨魚 有沒有 這個是死條就死掉了八條 這也蠻殘酷的 我個人其實還蠻反對 我動物園這回事存在的 因為 我們也不希望 我們的小孩子 被抓到非洲 然後被野生動物看啊 所以 這個實在是 不好意思 太沉重了 真的 實在是有點捨不得 好好的一個動物 經常凍死人 很多人都建議我們去那個 煮蛋啊 就是我都 是很開心去 我覺得 你要好好的舒適的 你看那個沙發 多麼舒適啊 我就 我就決定就這樣子走下去了 我覺得 我的 我是區域性歌手 我絕對不是國際型的歌手 所以 我們就辦區域型的演唱會 這樣子就好了 如果有人願意我們就 唱到你投降 然後 如果沒人來了 我們就收工了 就這麼回事 不會再大了 因為唱片太多了 有30張唱片 然後還有阿玉 還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特別愛賓 所以加減成竹 我隨便一開一個歌單 都是45 45週以上 我們沒有辦法刪減 你知道嗎 我的親朋好友都很complain說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賣力呢 老實說我沒有很賣力 就是個party 就是個party 就好像那個 台灣人辦喜酒一樣 怕人家吃不飽 還麻煩打包回去 一定要吃飽 一定要 精銳盡出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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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